프�imi陀螺 під手 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要講最後三個 呃后面的如果看需要因为有掌握这些 我觉得你们画些简单logo是没有问题了 那个一个是那个萌版 然后一个是颜色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一直弄的一个颜色工具嘛 呃然后还有一个是 哎我看一下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透明度啊 基本上这样子透明度你可以把它归了跟那个 然后那个渐渐工具我会放到颜色这块就一起讲 所以说颜色会讲的多一点 那我们先这样子讲一下那个透明工呃 先讲一下那个透明工具吧 透明工具反正就很简单嘛 我一个黑色的对吧 呃拉下一个块那个块以后呢就这样子 呃透明功的transparance 英语是这个transparance看到shift control加f10啊 当然我平常是放在这 因为这个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是做产品的 所以说你像平面太复杂功能 我用不上 你看点50对他就变起来就这么简单 然后透明工具你说有什么玩的吗 呃这些通常都用不上不用管他 就直接设一个透明度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个蒙版工具 这个会比较特别一点就这样子 比如说我先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就我照用这个方形吧 好吧 然后我们换个换个颜色 那呃有个颜色这样子啊 这时候哎这个在这个下面他能不能黑色在下面啊 你看到雷尔图层有一个图层建制概念 为什么图层就是说 呃越下面的就在越底下的 对吧最底下永远是什么画布 就是你设的A4的那个尺寸画布就是 这个是Archbot Archbot啊 然后再下来你看到倒数再下来 这个是Archbot不会显示在这里 Archbot就是一个整个大块啊 然后再下来这个 呃 就会看到这个黑块 然后在上面对这个圆圈 那这时候我们右键 Arrange 就是说那个排列 然后to from 对 你看到哎 这两个就倒掉了 对 这个就是你们必须很清楚 就做图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时候我把这个往上拉 你看到对他在这上来了好 这个是中间一个小插曲 一个图层的东西 就是说你们有时候做东西的时候 要分好图层 特别是那个哦 这个呃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多的画布 对吧 那我这时候我有第二个东西 对吧 那可能是说啊 我我想放到这对吧 呃 然后我再开个新的layer 那新的layer的时候 你看到我这时候选 我现在选了这两个 对吧 我想把它放到这个 哎 然后我再这样子 哎 你看到懂了吧 分叶数 就这么简单 就拿来分叶数用的 通常没有 或者是说有一个东西图形太复杂 那就分的有条例点 就是说让自己没那么乱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delete一下好 那个回来一下 图层你们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哦 我先把方法交给你们 那这时候你看到绿色这个在上面 然后呃 黑色这个在下面 然后我们这时候一起选上右键 啊 make clipping mask 模板就是这个 哎 你看到对 呃 刚刚最底底下那层黑色是什么 就是对你的图案 颜色等等的 就如果我这张13jpg的能像图 那怎么样能像在这里 那幻想一下那张能像 我刚刚就好把圆圈放在人脸上面 对吧 那你看到圆 他只会显示圆圈的范围 而别的范围会怎么样 对取消掉完全看不到 比如说我现在我再拉一个块 然后我把它弄弄在红色 然后我把这个弄在上面 哎 你看到其实这个就是的时候什么 两个东西都在这 其实这两个图形在一起了 然后两个图形都消失 而合并成一个图层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哎 你看到这样子 那可以是 然后我再双击一下这个圆圈 再双击哎 你看到对双击来源就 就是说多少层 那就多少面对吧 然后这时候选一下他 哎 然后你看我选一下这边 我点一下这个我点一下白色对吧 我这个颜色等会也会讲 啊好 那个你看到哎 这样子就一个日本国旗 或者就没有啊 大家可能有些比较激动小同学啊 看到国日本国旗不要这样子啊 不要太激动啊 真的是教学教学教学啊 因为日本国旗比较好画就这么简单 我刚好弄然后随随随随弄出来的啊 啊 或者啊 啊 为了那个我再改一下吧 好吧 然后那个我就这个先上到一下啊 我就再弄一个中国国旗吧 好吧 哎 这样子哎 啊 因为懂得有时候人比较激动啊 然后用回去 刚刚之前教过了形状工具 对我们画个国旗吧 好吧 画个小国旗 当然国旗这个画的不是很像 就不要怪我嘞啊 然后按照lt 然后再选择这个工具 你看 再缩小一下哎 这样那比如说好 这样子对吧 啊 我大概画一下很吵的啊 大家不会很介意这个东西 这个这些细节啊 然后按照lt 按着再按左键哎 你看 再按 alt不是松锁啊 你看这时候就对 一直复制就这样子 好 那个就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个 然后好 那个继续 然后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旗 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子一个形状 对吧 然后我control加g 对群组了 群组 有这个功能的就是这个东西 群组是什么样呢 就我这么我这么一选的时候 对他整个就在一起了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这样中章 这是这一张什么图片吗 对吧 那我画个我想一个椭圆形 那呃其实放什么颜色都没问题了 只要是方便我区分而已 那这样子我把它刚好盖着对吧 然后这时候 呃你记得那个就是说显示的范围 一定是在你那张图上面 这样子蒙版才会成立 哦 mclipping box 哎 你看到对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很简单 对吧 啊 这就是一个蒙版的概念 希望你们人都不懂的 我后面再讲清楚一点啊 这样子 好 那个最后讲的就是一个颜色的概念 颜色这个东西啊 反正就是那个啊 首先这个通常就是说一个基础设板 swatch呃对swatch这反正就在也是在working space这里 然后swatch library对吧 等等的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也可以 其实有个方法也很简单 就这里searchswatch这样子 反正也可以 对吧 反正一样可以找得到 呃我通常反正我是用 然后这个啊 gadiant呃 gadiant 对对对 应该是这么读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那个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就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选了这个 当然本身这个我通常用这个 因为我对颜色没什么要求 那像你们对颜色要求的 比如说graphic style等等的 比如fiddy effect 对反正有很多的 你看你自己需要哪个 有些可能是说呃 我要pantone的 那你就找回去pantone那个就ok了 那颜色的话是这样子 通常是怎么调整的 对呃 所以就这两个 对左边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个东西的一个范围就面积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是什么 你看就这个边线 对对你看看这个呃 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你看我这个边线的时候上面就跟着边了 这里啊 你看到了 所以刚刚其实跟你讲 你有时候玩 比如说玩形状 我玩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画一个 那你这里你有时候也注意一下 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变化的 这个要考虑自己摸索 因为有时候讲没办法讲那么多 你们自己去实践去去玩 然后更多就上面找些图字去练这样子 好 那个你们就看到对我调整不同 一个就是说粗度一个就是颜色就这两个 然后呢这个美颜色然后中间渐变 然后其实这三个其实不用管他 这一和一三中间那个不用管 因为中间那个你只用那个渐变工具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渐变工具 比如说我再拉个颜色堆上去 对他就可以变色 可不可以再加颜色可以没有问题 我放在中间呗 那这两个就调他这个就调他一个渐变的一个范围 对吧 就是说我想他范围大一点 那就拉高一点拉低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说调一个粗度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颜色工具 渐变工具 啊 你看到信息来很庞大吧 然后这里颜色对吧 你可以有那个CMYK值对吧 或者你要有什么pantone的 啊 pantone反正就打search吧 反正就我通常就这样子pantone 啊 不好意思 哎 好像是那个变成一个网页 好了 pantone啊 不好意思 那一个反那个pantone的话啊 呃有反功能功能搜索上面好吧 呃反 working space 呃我要找一找 因为有时候有些功能我也忘了在哪 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反正呃 他会有一个pantone的就呃 反正在这里面的我肯定是 因为所有东西反正就是一定在这里面啊 对 卡拉 对对 这里在这这这这这这这对卡拉 对对反正就是有很多种 然后呢 你们看自己的一个色本 然后就可以放在你反工作区你是调整 反正我这边就一些细节微调 比如说像这个 渐变啊 透明啊 我就这样子 因为我用我自己用的工具不是很多 然后就一些小颜色 然后我用的比较多涂层 为什么因为我手做车子 可是这里二三是二十月三十月 这样子 那我会做这 然后涂层我分的很清楚 所以我通常是这两个弄的人叫涂层弄的大 那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个功能大概就接下了 然后后面其实还有好一些的 但是那个我觉得后面有我在做一些什么练习的 然后就带你们做练习的时候 然后再做就怎么讲呢 再讲吧 我觉得就或者你们有什么想知道 或者你们有哪个图想做 你们可以发给我 我就做个视频给你们看 或者会这样子会简单一点 啊 那个有什么问题留言给我 或者微信给我啊 或者Facebook专业都可以 你们自己喜欢哪一个就哪一个吧 都好 都可以 那个今天课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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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